鸟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三国演绎,第一十九回,下批成曹操傲兵,白马楼吕布云命。曹操先夺徐州,再攻下批。吕布被布下绑了,送给曹操。生死之际,吕凤仙,再次施展,教父异能。不愿降民宫,曹操,功为大将,不负之,何愁天下不定。结果,被一旁的刘备,悠悠一句,功不见丁远,动卓之士乎。 领了盒饭。三国第一猛将,人中吕布,白马楼云命。如今的杜兰特,来到了自己的白马楼。他跟吕布,有很多共同点。吕布有三个爸爸,他效力了三支球队。吕布单挑无敌,刘关张三人合力,都不是对手。杜兰特,论单挑功夫,和关键球能力,他大概是可抵后的联盟第一。吕布有勇无谋,杀了董卓之后,一手好牌,打得稀烂。最后,被曹操,一死在白马楼。阿渡离开勇士后,自己在篮王。 拉起一套班底,欧文,哈登,事奉左右,却没想到,如此三人组,不到两个赛季,九元帝自爆,成了全世界的笑柄。匹夫之勇,富人之人,说的就是吕布,和阿渡这种人。 哈登离队,那是被欧文的作妖,和杜兰特的不作为,搞得不胜其烦。 自己劳模式的打球换来的是每场被喷,另外两位大哥,和一个养伤,一个请假,担恋自己,这个唯一没有总冠军戒指的傻小子。 欧文离队,那是蔡老板,不愿意再逼声下气的被他愚弄,先好好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